玉璃镇元武镇朴实传唱纵古琴联合庆丰年活动将在8月27号盛大登场 而玉璃镇共有21个原民部落仍保留完整的传统丰年节风俗 活动中可以看到不同族群的文化、信仰、规范、教育以及即将消失的传统祭祀 透过响亮的歌声搭配着舞步部落间互助合作凝聚彼此情感 也邀请民众8月27号一起来参加原住民族庆典盛会 尊重各部落的传统祖灵祭活动 玉璃镇元武镇朴实传唱纵古琴联合庆丰年活动将在8月27号盛大登场 玉璃镇有21个原民部落仍保留传统举办风年节的习俗 活动中可以看到不同族群的文化、信仰、规范、教育以及即将消失的传统祭祀 透过响亮的歌声搭配着舞步部落间互助合作凝聚彼此的情感 去年停办的风年节在今年要准备来进行 所以我们进行相关风年节的活动内容 我们今天已经筹备了蛮久的 在这边跟所有的乡亲还有所有的展官 还有所有的媒体记者来报告 就是说我们的风年节真的是可以把我们部落里面的文化的意涵 真的是一个又美又纯朴又朴实的意涵 能够很自然的表现在每一个活动的一个内容 预证21个部落风年节陆续的展开 公所期许部落文化传承 民众如果错过原住民族联合风年节 花莲县7到9月还有132个阿美族部落风年纪陆续登场 并邀请民众一起来参与原住民族庆典盛会 尊重各部落的传统祝灵祭活动 记者高双双运离站在绑报道